朋友们 春天来了 万物复苏 这是一个适合与交配的季节 也到了人们为了房事而发愁的时候 这个房事说的是房子的事 也不知道是不是跟季节有关 这阵子网上刷屏的 都是跟房子有关的糟心事 而且还不分国籍 满世界开会 中国的一对小情侣双双买到了烂尾房 不仅婚事没了着落 还窘困到连五十块钱的饭局都不敢去了 西班牙的一家华人因为疫情回国三年 结果房子被托家带口的吉普赛人给占了 好在邻居发现不对 把照片放上网一起全网接力找到房主 最终齐心协力才把占房者给赶了出去 而在美国纽约 一位79岁的老妇人 被人冒充她的侄子将房子挂牌出售 而老太太却一直被蒙在鼓里 直到公寓管理员突然上门换锁 才发现自己是人在家中坐 房子却没了 类似的事情更是在加拿大遍地开花 西边有温哥华的千万豪宅被流浪汉攻占 精心设计和打理的后院 被帐篷和检疫厕所弄得是乌烟瘴气臭气熏天 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多伦多 则是从豪夺变成了巧取 三名华人男女伪造文件盗用身份 将别人的多处房产和公寓 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 就这么卖了 从中获利上百万家元 而这些遍布全球的有关房市的乱象 总结下来大概就是 有房产的人 或者千辛万苦攒下一些投资房的有产者 还真的是面临很大风险 房屋被侵占或者是被破坏 尤其在海外 很多国家的奇葩法律 又是站在所谓弱势群体 或者是租客一边的 这里面最夸张的 是一个看上去像是给流氓无赖 量身定制的法律 在很多欧美国家是真正存在的 名字也起得很奇葩 Squatter's right 喜欢健身的小伙伴们 一看Squat这个词 可能觉得这眼熟啊 不就是深蹲吗 咋的 原来深蹲不仅能蹲出翘臀 还能蹲出一套房 这个蹲蹲族的权益啊 最开始是不是某位皇帝 在蹲坑的时候想出来的 咱不知道啊 但是的确是古以有之了 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 国王或者贵族眼里 封地再大 你没人耕种也是白搭呀 再加上时不时还有个战争 瘟疫什么的 来个集体消耗 更是让土地上的人 成为了一种珍贵资源 为了把这些资源 留在自己的地盘上 世代劳作和产出 于是就诞生了这个简单粗暴 但却非常有效的办法 简而言之呢 就是不管这个地方有没有主 只要你蹲的时间够长 那地儿就是你的 这就是后来海外殖民扩张的制度基础 不管是策马扬鞭的狂野西部 还是冰天雪地的加拿大荒野 或者是跟袋鼠拳击的澳大利亚 此山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 我占了就是我的 这种行为呢 还有一个听起来比较正规的法律术语 叫做Adverse Possession 逆权侵占 按道理啊 到了现在这个全球人口爆炸的年代 这个法律早应该被淘汰了才对 可事实是 这个法律不仅在绝大多数英联邦国家使用 在美国也依然有效 这里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 要从根本上废除一个法律 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之前咱们在讲 加拿大杂货店小老板变法的故事里就说过 哪怕只修改几个字 也要通过一读二读三读 总督总理签字等等一系列程序 有时候还要送给女王或者国王进行最后的审批 于是有不少历史悠久 但是却跟现代观念不符的法律 就这么在夹缝里给存活了下来 反正也不会真的有人去用 就懒得费心费力的去废除了 跟他搁着吧 在加拿大 如果你能在某块国有土地上蹲个60年 私人领地蹲个10年以上 这块地就属于你了 你现在就可以去国会山支个帐篷 只要住下不挪窝 到时候你孙子就能用总理的办公室当婚房了 先别急啊 先把手里的帐篷给我放下 我还没说完呢 现在这房地产的价值多大呀 让人随便占身为王呢还了得 所以这个法律里头 其实有很多附加的条款 想要达到占地的目的呢 你得像老母鸡孵蛋一样不挪窝 不能三天两头去打个卡 逢年过节的去住两天 得长此以往的 坚定不移的处在那 更重要的是 还不能有人来撵你走 像国会山庄这样 时刻有鹤枪实弹的警卫巡逻站岗的地方 别说60年了 坚持六个小时不被赶走 都敬你十条汉子 那你说我一普通人 就是想要占套房呢 其实也很难 逆权侵占的重点是在侵占上 既然是要进行侵占了 那么肯定是不能给钱的 哪怕是一个月 象征性的给一块钱 都会被算作是租赁 如果是租赁的话 就算你租到天荒地老 也不符合侵占的条件 所以要么这是一个无主的房子 要么房主是个大善人 让你白吃白住整十年 否则这事想也别想 所以实际生活中 真正进行操作 且成功的例子并不多 即使有也大多是占了邻居停车位 或者后院篱笆往外延伸个几尺等等 相对比较小面积的区域 现实中遇到的那些无赖 想诚心钻空子而且成功的 基本是要靠伪造文件 盗用身份 把房子卖掉或租掉的 还是需要那么一点 技术含量和演技的 那属于诈骗一类 不属于逆权侵占一类 更多的渣人一开始 根本就没指望能占下一套房 纯粹就是为了白嫖房租而来 他们一般是假意租房 跟房东签了合同 一旦住进去以后 就以各种借口拖欠房租 有一类手段稍微高明的 会专门找那些正在挂牌出售的房子 一本正经的说要买房 价格谈好的才提出 自己因为要换工作 贷款一时半会下不来 但是又实在喜欢这个房子 所以想要先租几个月 等银行房贷批了之后 再过户 这么做呢 就是为了让房主降低警惕性 不对他们进行信用评分调查 而一旦这些人露出真面膜 要赶走他们 就成了房东的噩梦 就以加拿大魁北克为例 房东必须要经过房东及租客管理委员会 受理 听证 小额法庭开庭 判局 执行 等等一系列繁琐的法律程序 才能真正的把人给赶走 这一套流程走下来 在不出任何幺蛾子的情况下 都至少需要90天 而且法警来执行驱逐房客的费用 也要房东来承担 如果这期间对方以健康没有律师等等原因 推迟听证 或者反咬一口 告房东没有及时对房子进行维护 那么搞不好几年以后 这些老赖都依然死皮赖脸的住在里头 由于走法律程序 驱逐的时间实在是太长 也是因为怕惹恼了这些霸道的租客 会故意破坏房子 有不少房东会忍气吞声 甚至反过来 给他们一笔安家费送走温神算了 这要说一句 我们在这说这个话题的目的 绝对不是教大家如何去钻空子赖房租 而是给那些正在或者想要当房东的同学们提个醒 不仅要对房客仔细筛查 还要联系他之前的房东进行第三方信用核对 尤其要对那些先租后买的人提高警惕 因为一旦遇到了这种垃圾房客 要赶他们走 是一件困难且漫长的事情 即使他们不付房租 死缠烂打 房东也不能强行驱赶 如果这里面还有老弱妇孺 那就更好比是嫩豆腐上沾了灰 吹也吹不得 打也不敢打 难道房东真的就束手无策 得眼睁睁地看着战防者为所欲为吗 其实也不然 有个叫做Flash Shelton的美国大叔 就以亲身经历给大家演示了 如何不用通过警察 也不用动用武力 在一天之内就把战防者给赶走的战力 讲给房东们做参考 这个大叔是一个有40多年经验的handyman 也就是很多人眼中的擒杂工 尽管这个工作看起来好像不起眼 大叔却是把一辈子的精力都投入了进去 不仅建立了一个叫United Handyman Association的民间组织 还在油管上开了一个小频道 旨在让大家认识擒杂工这个工种 教人如何取得执照 以及给出一些小tip 让家里不怎么handy的老公变得handy起来 因为受众面的确很小 他的频道三年多下来 满打满算也只有两万多粉丝 平均的视频播放不到三位数 好在他也并不以这个为主业 多数时候都是在自娱自乐 直到今年年初 他上传了一段 如何在一天内赶走战防者的视频 一夜爆火 在短时间就收获了300多万的观看 而秦杂工大叔跟战防一间的战争 还要追溯到几个月前 当时大叔的父亲因病去世 由于担忧母亲的心理状态 也是为了方便照顾 于是他将母亲接到自己家中同住 而母亲在加州的房子 则挂在网上进行出租 没过多久 就有一个女人打电话 说想要租下这栋房子 但是房租有点太贵了 她给大叔哭穷 我60多岁了 一个人带着一个还在读书的孙女 实在是负担不起这2000多一个月的房租 大叔听了这话 不禁动了恻隐之心 于是问 那您能给出多少租金呢 结果对方一句话 差点没把他给噎死 不给钱 那不给钱你租什么房子呀 收容所 出门左转 它不香吗 没想到 对方居然老着脸皮 振振有词啊 你看这房子不能空着 得住人才能有人气 这样吧 我帮你啊 平时修一修房前屋后 顺带修剪草坪 保养后院 就算是抵交房租了 怎么样呢 大叔差点都给气笑了呀 我呢 就是专门做这个的handy man 你要来给我修房 怎么着 鲁搬门前弄大幅呀 我也就是个想收点租金 补贴家用的小老百姓 没能力做这个慈善 结果呢 几天以后啊 那栋房子的邻居 打电话给了大叔 您猜怎么着 有辆大卡车 拉了一堆家具电器过去 而负责监督搬东西的 就是先前要来租房子的 一老一少 一副要乔迁新居的样子 一听这话 大叔赶忙联系了那个女人 结果对方解释说 是搬家公司弄错了地址 本来要搬去 他另外一间租的房子那去 结果不小心给搬到了这儿 他信誓旦旦地表示 我明天就联系 另外的搬家公司 把东西全部搬走 听他这么说呀 住在上千公里外的大叔 也只好同意了 但是越琢磨越觉得 这事不对呀 搬家公司是把家具 直接搬到房子里头的呀 他哪来的房门钥匙呢 很有可能啊 是他在那次看房的时候 趁租房经济不注意 偷偷记下了这个 钥匙盒的密码 他根本就不是付不起房租 而是一开始 就是奔着这个战房来的 结果啊 还真让大叔给猜准了 这老太太口中的明日 是明日复明日 明日何其多啊 整整一个多月过去了 祖孙二人不仅完全没有搬走 反而是就这么心安理得的 在人家家住了下来 而且根据邻居街坊 前方发给大叔的报道 他还呼朋唤友 大开party 时不时的还有别的陌生人 过来小住 俨然已经成为了这个房子的主人了 大叔于是打电话给当地警察 结果对方听完了他的描述以后 前后就问了俩问题 人已经住进去了 门上锁了没 在都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以后 警方把皮球一脚踢了回来 砸门撬锁 不属于我们的职责范畴啊 等你把人从屋里弄走了 再过来找我们吧 大叔直接无语了 感情您觉着我打电话报警 是来找你们聊天的吗 而警方给出的理由是 你必须要拿出对方趁你不在 强占屋子的证据 视频也好 录音也罢 必须要对方承认 是未经你的允许 偷偷进入 且没给一分钱房租 否则这事 完全就有可能是 房东跟房客之间的租赁纠纷 我们警方不介入 可是老房子哪来的什么监控啊 如果这次不是邻居发现 估计大叔到现在都不知道 对方已经住进去了 眼看着警方这条路走不通 他只好又联系了一个律师 结果对方给出的那套流程 简直是叹为观止 首先啊 你要证明 你妈是这个房子的屋主 然后你得证明 你妈是你妈 你才能拿到 全权处理这个事情的权利 之后啊 你还得证明 你跟这个占房者之间 没有任何的租赁合同 口头协议 金钱交换 还需要证明 你们两个之间没有过节 你没有歧视 他的性别 肤色 年龄 所有这一切走完了 那么恭喜你 你可以去法院要求立案 啥 赶紧搞这么一大堆证明 才只是感人的第一步 律师那边呢 对他的理解能力表示满意 啊 对 然后啊 你要等开庭排期 按照现在这个速度嘛 快的话大半年 慢的话好几年 莫了啊 律师还安慰他说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十年内可以搞定 那么他逆权侵占的 这个年限呢 就不够 房子啊 就还是你都 大叔听了之后表示啊 十年你妹啊 我这口气是十天都咽不下去 可是就像先前所说的 这对祖孙啊 可是把老弱妇孺这四个字 谁都不敢碰得buff叠奇了 动手硬赶 那是分分钟要躺地上 碰瓷给你看的节奏啊 这时候呢 他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 大胆的想法 既然站房这个事 是你站你有理 那我反过来 把房子再站回来 不就好了吗 于是啊 他赶紧找到母亲 跟他签订了一份租房合同 上面写明 大叔才是这个房子 现在的合法租户 然后呢 他收拾了一些生活必需品 淡上了房身的家伙 以及自己的狗狗连夜开车 前往母亲的老宅 一人一狗 长途跋涉了十二个小时以后 他终于在凌晨四点 赶到了母亲的那栋房子 就像邻居所描述的那样 屋里头亮着灯 门口盯着车 一看就是里头住着人 由于不知道屋里到底有多少人 大叔也不敢大碗上的单枪匹马 跟人正面硬刚喊 于是他把车停在不远的街角 死死地盯住房子的大门 就是要用守株待兔的方法 等房子里的人全部离开 功夫不负有心缘 就这么一直等到早上九点多 他看见那对占房子的祖孙 一前一后的离开 门口的车子也开走了 大叔在巡视了一圈 确认屋里没人以后 来到这个房子的前门 随身携带着全套的开锁工具 结果却惊讶地发现 对方懒得连门锁都没换 于是他用自己的备用钥匙 轻松地就打开了大门 为了避免对方反咬一口 说他入室盗窃 大叔把进入房子的全过程 都用手机给拍摄了下来 结果他发现 屋子里不仅是堆满了家具 还有很多没有完全拆开的 搬家用的纸箱子 厨房里头 还有吃剩的食物和很多生活垃圾 看来这祖孙二人 日子过得真够邋遢的 他把每个房间的情况 都用手机拍下留作证据以后 开车去了最近的一家电器行 买下了全套的监控设备 确保屋里屋外 都能在摄像头的覆盖之下 这个也是吸取了之前 房子被占 报警而没有证据的教训 现在有了监控记录 你祖孙二人再敢回来 就是实打实地非法入侵民宅 正在他热火朝天地 安装摄像头的时候 只见那祖孙二人回来了 三个人面对面 都感觉到又惊讶又有点尴尬 还不懂他俩开口 大叔就先一步表示 现在这个房子我已经住进来 而且我手里还有租房合同 我才是这个房子的合法居民 你俩如果在我眼皮子底下 踏入房子一步 就属于非法入侵 我不仅可以报警 而且根据加州的就地防卫法 我还可以动用武力 一看大叔动了真格的 那个女人立刻就怂了 他于是又开始哭穷 说自己一个老人 带着孩子是多么的不容易 找个容身之地实在是太难了 看见大叔依然守在门口不为所动 他又开始狡辩说 自己根本没有住在房子里哟 家具衣服什么的 纯粹就是搬家公司给送错了哟 暂时放在里面的 再等别的公司搬走而已 换句话来说就是 我们可没占你的房子 是我们的家具占了你的房子 一听这话 附近的邻居先一步仗一出手了 他们纷纷给出了门口的监控 显示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 祖孙二人天天都在这个房子里 进进出出 分明就是住在里头 不过大叔还是做人留有一线 他并没有把这两个 绽放者的相貌拍进自己的视频里 而是尽量地压低了镜头 只让他们的手和声音出现 唯一的一次出镜画面 也用黑白线条做了处理 保全了他们的隐私 而且还给了他们12个小时的时间 把屋子里的东西全部搬走 如果逾期不搬的话 他就会把这里面的东西 自行处理掉 为了显示自己的决心 他在附近拉来了几个 绑大妖园的小伙子 告诉他们 等午夜终生一响 这屋里头剩余的衣服也好 家具也罢 就都归你们了 一听居然有这样的好事 那几个人兴致勃勃地守在那 当起了监督 就等着时间到了上去解漏 眼看着的确是没有任何周旋的余地 祖孙二人只好赶紧打电话 联系搬家公司 毕竟被赶走了事小 东西都没了才是大事 为了赶在最后期限之前 把所有的东西都搬走 他们不得不求助于那些 站在旁边看热闹的年轻人 听到这个请求 那些年轻人当场就笑了 不是大姐 您别忘了 我们处着是干嘛来着 就是等着收你那些没搬完的东西 我们帮你搬完了 我们还能剩个啥呢 于是这些人 哪怕是听他说出个大天来 都一个手指头都不愿意动 其实看着这一老一少 这么手忙脚乱地搬东西 大叔也不免心生同情 觉得这孤儿寡母的可能真的不容易 稍微宽限个几天 也未尝不可 但是马上就有邻居出来制止了 他快要泛滥的圣母心 当初不就是因为你一时心软 才让他俩在这房子里赖了一个多月吗 如果这次又放过他们 那才是成了农夫与蛇的故事了 于是大叔狠下心肠 就跟之前说的那样 午夜十二点一到 果断换掉了门锁 大叔的这场24小时 成功赶走站坊者的视频 放上网以后 引起了巨大的讨论热度 除了有一小部分人 指责他冷酷无情 没有同情心 共理性以外 大多数人 还是站在了支持他的一方 毕竟这个境遇困难 生活不易 并不是可以用来占便宜 损害另一个 无补者利益的理由或者工具 有很多有着相似经历的房主 也借此向他取经 如何能够快速有效地 赶跑站坊者 对此 大叔总结了几条 首先你得确保 自己的做法绝对合法 比如他手里有那张 由他和母亲 共同签字的租房合同 合理合法地 拿到了房子的居住权 他在进入房子的时候 没有使用武力 也没有对站坊的阻塞 二人进行威胁和恐吓 甚至连脏话都没说一句 还有就是一定要保持冷静 随时录像录音留作证据 在二人搬家的时候 不仅用摄像头拍下的全过程 还一直都拉来了第三方作为见证 从根源上杜绝对方碰瓷 或者反咬一口的可能性 最重要的是 不要后退 不要心软 否则对方就能抓住机会 得寸进尺 因为在一个根本没有底线的人面前 就更是要守住自己的底线 感谢收看MR档案 如果您觉得视频还不错 别忘了点赞订阅转发支持一下 咱们下期再见